常美食,聊日常生活,迪丽热巴快手直播喊你一起云恰饭 来来来朋友们都看看,这就是螺蛳粉啊,闻一下,爱,有那味了,吃一口,我天,真香 凡是看了迪丽热巴快手直播的观众,都纷纷感叹,原来女神还有这么接地气的一面 8月21日晚,迪丽热巴在快手展开了喊你云恰饭的直播 直播中,迪丽热巴从新疆美食聊到地方特色景点,从鬼屋立险记聊到电影罐后感,和粉丝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数据显示,该场直播的观看量为524瓦,总互动量达到3229瓦,产生了迪丽热巴螺丝粉新成就解锁迪丽热巴花式翻手说再见等9个热搜话题 喜欢一个长得好看,性格有趣的偶像是种什么体验?迪丽热巴的粉丝最有发言权 直播刚开始,热巴拿着啃了半块的囊,兴奋地和大家打招呼,你们来啦,都吃饭了吗?没吃饭赶快准备点咱们一起吃 亲切的语气,家常的内容,仿佛来看直播的粉丝都是家里人 新疆烤囊,鸡皮,鸡肉肠,螺丝粉,椰汁,奶茶 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美食上桌,不仅热巴吃得开心,也让屏幕外的粉丝口水直流 吃到最爱的鸡肉肠时,热巴甚至兴奋到手舞足蹈 热巴还聊起玩鬼屋的经历,有次他吓得不小心抓住了前面小朋友爸爸的衣领 以至于对方说,我呼吸不过来了,你松一下手 还有一次怕到冲着鬼屋里的NPC大喊,你快给我进去 对此,热巴笑称自己是人菜饮又大 直播中,热巴还用全身品鉴小熊奶茶,吐槽酸奶疙瘩,无缝切换东北枪 台湾枪球粉丝推荐电影,表演花式下锅从单口相声到体重汇报 从西北孤奥德郎,到暖心虫粉爱豆在快手直播 尖迪力热巴,展现出明星标签之外的真实一面 如今在快手,真实有趣的明星直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陈坤分享养生妙招,时代少年团集体跳起女团舞 杨幂为粉丝做手链,黄子涛直播辨证能量小课堂 呼吁大家不要浪费水和粮食借助快手直播明星们变成 每个普通人身边的朋友将陪伴感和参与感 渗透进大家的生活也通过公益 像日常像,周年像,生日像等 多元直播主题将更多真实,有价值的内容传递到大家面前 感谢观看